《 航海王》連載 25 週年紀念新作 《 航海王時光旅詩 One Piece Odyssey》 在夏季遊戲節上公開了最新的宣傳影片 在異常穿著動畫之後 釋出了一點點的實機遊玩畫面 本作由寶可夢金燦鎮時明亮珍珠的開發商伊魯卡操刀 主打融入了草帽小子一夥人回憶的冒險 JRPG 因為一場猛烈的颶風被迫分散到神秘島嶼上的草帽一行人 將來到一個龐大的世界探索冒險 遊戲中我們將能夠操作各個船員們 在島上各地尋找寶藏 喚醒巨大的神秘機械 同時運用智慧解開地下的古老機關 《 航海王時光旅詩》預計2022年內發售 到底遊戲的戰鬥系統為何 影片最後提到的記憶又包含了哪些內容 就讓我們和韋田老師的終章故事一樣 再繼續耐心等等看吧